新生中男生有4030名占81% 女生有941名占19% 其中医学院男女生比例最和谐1.17比1 看来经过英才对陈殿的认识还需要提升 在通识教育过程中大家要特别注意通过听说读写 新社会能力的训练培养沟通表达和组织交往的能力 这忌讳在大家将来成为创新引领性人才的过程中 住一臂之地也会激发增强大家 特别是男生们的求生欲 避免成为奔烧性的用客人 你们要与川大财大等众多高校的学友多交流 既涵养跨学科素养又收获终生伴侣 当然 你们要首选沉淀的女生 如果沉淀这么优秀 比例又典型工科班低的女生 在大学毕业时还没有谈过恋爱 是沉淀男生的失败